6月12日,美方再次宣布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和中国新闻社四家中国媒体增加给管围外国使团。 作为为美方上述行动的反制,中方宣布要求美国联合军设计,美国国际合同社,美国根据两国公司,美国全国公共网络电台, 在所计时期7日内,向中方宣报在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采用经营所应用共产信息等书面材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